氢燃料电池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虽然它名字里面有个燃子 但它其实并不是通过燃烧来工作的 更准确点讲 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 钢材烈火般的猛烈燃烧 而是缓慢的 稳定的 通过一种叫做反向电解的电化学反应来燃烧 它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跟一块普通的电池基本无异 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夹心饼干 一左一右分别是阳极和阴极 中间夹着一个电解质膜 内部只能走一种电荷 于是逼得另外一种电荷 只能从外面绕着流过去 从而形成了电流 好 氢燃料电池是这么玩的 首先将氢气压缩700倍 实际成为能量密度极高的液态 然后将其持续的输入到电池的阳极 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金属催化膜在等着它 通常是薄 也就是我们说的白金 来将中性的氢圆子氧化为带阵点的氢离子 和带负电的电子 这个过程会释放一定的热量 毕竟它是一种氧化反应 只不过比起燃烧这样的猛烈氧化反应 还是小了太多 因此损失更少 效率更高 接着就是中间这个电解质膜了 它不一般 因为它被设计为只能让带正电的氢离子 通过于是正电荷都来到了阴极 而负电荷全部留在了阳极 电压叉重新生 它就迫使电子要从外部电路由阳极转移到阴极 带来了电流 驱动了电机为另外一种新路面车 氢燃料汽车提供了动力 而副产品只有什么呢 只有在阴极重新汇合的氢离子和电子 在带上一些空气中的氧 发生还原反应后生成的水了 相当环保 所以电动车可不只是锂电池的天下 燃料电池也一直都在想要进来分一杯羹 它可以吗 它值得吗 它真的会比锂电池要更好吗 感兴趣的话就扣个一 咱们改天来仔仔细细的聊一期